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两个星期下来就很简单 大家都会来 克里斯汀来自英国 是李文英合作了十年的伙伴 他组织人 因为他在英国是蛮有名气的一个讨议家 两人性格迥异 却在十年磨合中形成了默契 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对天生的欢喜冤家 每年李文英要接待数十个国家的上百名陶一家 在他们心中 景德镇是一个精神家园 今天的景德镇是一个热闹的辞都 陶瓷的制作和售卖遍布各个角落 人们的生计似乎都和瓷器有关 但吸引着全世界目光的 依然是他最传统的部分 公华的工作 在景德镇东北部一个安静的村庄里进行 十五岁起 公华就开始化胎 因为对古代瓷器的痴迷 十年前开了作坊 沉下心来 遵循古法制作瓷器 和公华一样 这里的其他人也都是十几岁就进入国营老瓷场 在老辈人严苛的要求下 学习技能 这个磨刀 它是师父教 要你自己做 那真是大冬天的 在外面 干的时候是一件一件衣服脱 干热了 脱一件 再干热了 又脱一件 最后光着膀子 不觉得冷 学磨刀 学了三个月以后 师父才让你上手 几十年积累的功夫 一是手指能够精确表达内心的感悟 公华的瓷器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 订单已经排到了两年之后 但它并不想因此而扩大产量 公华不肯放弃的正是这个瓷器故乡的精神所在 这也是全世界陶一家追随它的理由 我会组织很多景德镇的 传统的手工工艺 比方说书画 毛笔制作 就现场做 这种东西能够展现给他们的 很难看得到现在 特别是今天的中国 做好一切准备后 瓷器终于要进行烧制了 老胡是景德镇最有名气 也是最后一个传统柴药的把装师傅 他是控制火候的关键人物 公华的药 完全仿造明代柴药 所有燃料是松木 高温几乎突破人能忍受的极限 瓷器在火的犀利中脱胎换骨 过去数百年间 这样的柴药在景德镇不计其数 熊熊摇火 曾经照亮过整个城市的掩护 李文英和克里斯汀已经开始为明年的艺术家活动制定路线 我把行程做好 然后他来进行修正 他是艺术家的一个代表 代表他们想了解什么 我们去村庄的深处 然后一些艺术家工作室 一些摇指 对全世界的陶遗家来说 景德镇是一生必须要去的朝境之地 这座千年子都 地处长江之南 古城长南 一千八百多年前开始建药烧刺 长江是景德镇通向世界的第一条纽带 精美而稀有的瓷器沿江而下 远渡重阳 到达欧洲 在贵族的万千宠爱中 成为中国第一件全球化商品 历史的痕迹依然随处可见 至今保留在城中的老民居 很多是用烧瓷器的窑砖所盖 窑砖上光亮的右面 是烧制特有的印记 空闲的时候 公华会去年轻时工作的老瓷场看看 这些人在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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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是早得到 可以 因为这是早稀的方法 包括我们的父辈 也有很多其他的师傅 他也会知道这个年龄段的人 是一下坐不住的 他会叫你 诶 仔里 仔里 过来 你给我去买包烟 他实际上是给我机会活动 现在分享一下 其实我感谢他们 现在分享一下来 确实我感谢他们 是 那是为什么 明白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你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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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爱中国 中国是我的生命 我没有它 我没有存在 我为我 这是很宝贵的 什么 San Bao 这是一步 中间 中间 和 历史 所以我为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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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好 清明将至 景德镇的志词人 都会遵循古法 打一座太平遥 祈求古老的手艺 遭父子孙 世世代代 福泽绵长 现代生活 正在前所未有的 贸易之河上流动 世界每天都是新的 每一个人 既活在过去 也活在当下 还活在将来 我希望眼前打开 这世界在进步 我们也在进步 我们如果不在进步的话 我们只会被世界的历史遗忘的 陈嘉宁父子 裁剪着各自的人生 沙哈提继续着每年二十次的跨国商旅 传统不仅是用来继承的 也是用来创造的 我们是合伙人 但是没有 没有钱 没有钱 妈妈 是 今天